哎 往前退 往后一百 往回拉 朋友大家好 那个上次说这个一把网撒网哈 一把网撒网它难在什么呀 难在大网的时候 手得控制网的走向 也得用手去控制网的拐弯 所以说一把网难撒的是吧 来把这网提起来 网接好的提起来 练网的时候不要拿大网练 练网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 这个力量不足 加上动作不熟练 大网会导致你练网 动作控制不了 一定要拿四米刀足够的网来练 把网提起来了 好了 这个手拐弯 为什么要讲这个 后手刷这个撒法呢 因为 这个撒法跟下面这个一把网 托网啊大背网啊 非常有关系 只有明白这个手法 你才能掌握好一把网撒网的技巧 把网提起来 好了 往往前推 往后摆的时候啊 啊 往后摆的时候 这网用手控制 把它往外翻 把它往外翻啊 你不能说往直接往后摆 到往摆到最后啊 再去翻 那时候就迟了 一边摆的时候 一边就得用这个力气去控制它 然后呢实现把它扭转过来 好 来 往前一推啊 往后一摆 手往后摆的时候 你就得啊 准备着把它往外翻 你不能等到手摆到最后啊 说这样子再翻呢 摆到最后再翻就不行了 坠子往后走 一边走的时候啊 手呢就往回往回翻 把这手啊 给它 把它手摆到左前方来 往后一走一翻 这样子看到呗 这样一个动作啊 手挡回去又回来 这样一个动作 咱们现在呢 就是再把这个动作啊 去重复回回回回回一下子 然后啊 再去看一下呢 下边发力和这个扭腰这个配合啊 嗯 把这网提起来啊 往前推 往后摆一边摆一边往后翻啊 一边摆一边往后翻 翻等到这个手往回拉的时候啊 往回来看看啊 什么时候往回拉看看啊 来 往前一推往后一摆 好 这时候往回拉啊 这时候往回拉 等会我把这个动作慢放一下子啊 把这往往前推 往后摆过来以后 一下子摆过来以后 这样子当往才结束 啊 往前推往后摆到这里这样子 当往才结束 这样子然后手往腰的右侧拉 再配合扭腰 这样一个动作啊 很多朋友的他说这个发力点在哪里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发力点 你得找找对位置发力 如果你找不对位置发力呢 这往你始终感觉用不上劲 或者说不好撒撒不开啊 现在呢 我再拍下这个侧面侧面动作啊 侧面动作看一下啊 来 几乎控制不到位了 入行家里 来往前一推往后一摆 往回拉 来 往前推往后一摆 往回拉 来 往前推 往后一摆 往回拉 往回拉 好